翡翠里的花色看不见 手桌里的故事说不完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李 有一种美叫做神秘华丽紫色之美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高冰少女粉子罗兰 翡翠手桌套装 这是因为 一位妹妹定制了一款也是非常 少女粉的子罗兰 所以她今天带她闺蜜也来定做一条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整条手桌条形也是后装的 种水一流 非常的透手 柚子也是非常的细腻 少女粉的眼色 非常的迷 她没有鞋子那般深蜜 也没有蓝子那般深碎 可是少女粉色 纯净让人离不开眼睛 整条手桌四眼色经营贯穿 非常的灵动 因为之前起货过 所以对起货结果 我还是非常有报的 经过视频确认 手桌心准备来做平安扣 寓意平平安安 简单的拉个广 都能让人心动不已啊 那么起货会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期待 加工师傅正在忙上一批的料子 我们顺便一起欣赏一下 经过多天的等待 手桌起货好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整条手桌 散发着光芒 种水也好 少女粉的色调也亮 奈何本音没文化 只能用一句 好看闯天下来形容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点小知识 当光线变得特别明亮的时候 便会有褪色的视觉无差 十村九木 见光就死 这里行画就是这个由来 虽然紫色翡翠色彩 高贵优雅 深受喜爱 但种水色家的紫色 翡翠形成更加的困难 产量稀少 不仅是华贵 更是物以稀为贵 那么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翡翠里的花色 看不见 手桌里的故事说不完 如果你对这条视频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